OK好那五點準時我們就開始了 那我在公司的花名叫做Scott Wong 然後在江湖上的ID是Lunaston OK 那我上次有機會在外面演講的時候呢 我是去那個教大跟學弟們 推廣一下我們公司的研發替代儀 那我在介紹我們公司的時候呢 用了這個圖來介紹我們公司的地理位置 然後就被HR冷凍起來了 他們之後就沒有再找過我了 好所以我今天很有機會跟大家 很高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日常生活 就是我在做開發的時候在做什麼 那平常呢通常就是這個樣子啊 因為我都最近一直在做投影片 所以我跟老闆說我比較喜歡寫Call這樣 好開場先來個小故事好了 等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沒有使用Version Control的軟體公司 有的請繼續說 你那個是幾十年前的那個不能算 現在還有嗎 告訴大家真的有 後面有一個好 那我上次在跟朋友還有朋友朋友吃飯的時候 然後他朋友朋友他現在是在某間做ED什麼的軟體公司工作 然後他進去之後才很驚訝發現說 誒他們公司竟然沒有用Version Control System 而且重點是他們的Call放在美國 他們美國有一個Team 然後所以他們要Match Call的時候要怎麼辦 他們的Call就是自己SSH到美國機去 然後複製貼上像這樣 阿還很慢 你在鐵上一大串的時候還會Lag 一行一行出來 所以說這不是人帶的 OK 所以呢 這間這個都市傳說就已經被證實了 那我們是純麥可嘛對不對 我們當然不會出這種事情 我們有我們的玩法 所以我今天不是來跟各位討論我們在做什麼東西 我是來跟大家討論一下我們做產品的背後 那主要目的其實是拋磚引玉一下 其實有很多開發者已經做得比我們更好了 所以說恭喜你們 那看了今天假設說你們公司或是怎樣 覺得還有一段距離的話 那鼓勵大家就是大膽的向前賣進 不要害怕做改變 那軟體開發流程這個東西呢 很多人可能就覺得都是浪費時間 還是什麼狗屁的 那其實並不是這樣 軟體開發流程呢 其實它可以確保每個人做正確的事情 那確保說你軟體產出的品質是怎麼樣 那確保說你的schedule是on time的 那它還有起到很多的好處 所以好的開發流程可以帶你上天堂 但是好流程必須要有好工具的輔助 那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的說 我們不是大公司嗎 為什麼我們要用open source的tool 你們不是都用一些商業的solution嗎 為什麼還需要用open source的tool 那一點是我自己本身是在做backend 所以我們環境跟以前其實已經不太一樣了 我們以前在做product的時候都是windows based的 所以比較沒有這麼多tool可以用 那再來就是 欸時代變了 其實現在open source 也有很多好工具可以使用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我們有一位新同事今天要航空 請問他多久以後可以發揮他的專利 好第一件事 等IT的人員灌好windows的桌機 結果發現我們其實都用linux 所以他就自己還要再灌linux的機器 最後把ID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 virgin control system裝好了 那接下來我要跟helpdesk的人 申請說 我需要這個repository的權限 為什麼要這個權限 因為這個是要收錢的 一個帳號每個月不知道多少錢 那結果發現 我進helpdesk竟然還要先申請權限 那我就崩潰了 那最後 終於申請好權限之後 我可以把call commie進去了 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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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開發日子嗎 並沒有 災難隨時都會降臨 那有時候可能這個 vipository又壞掉啊 issue system又壞掉啊 那我是要怎麼辦 那心中可能都會出現很多這種動物 那廠商會跟妳靠北啊 說 欸 為什麼要用這樣 欸 我們心裡會想說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手選 所以說欸 好 靠別人不如靠自己好不好 特級工程師說 工具是帶給人們幸福的 但是 我們也有另外一種幸福啊 所以說 人不吐泡網少年 所以我們從頭開始 來build一個project 那這邊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做的project 它的名字叫做GOD 那GOD呢 它是一個管理分散式系統的分散式系統 那這是它的全名 大家不用管 那其實就是運湊起來的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 雲端上面的神 那這個圖很適合 就是配合我們公司的slogan 叫做 secure your genital account 安心上路 那我們跑的流程叫做Squam 那個如果昨天大家有聽過Squam的話 恭喜你們 那我們其實也是第一次做Squam 那這個是我們做的 一個project的preview 那就是它可以管理上面的機器 然後我可以把我的service deploy上去 那這是它deploy的畫面 正在deploy這種畫面 好 那基本上現在是鬼月 不要live demo 有空的時候再做 先把重要的東西講完 那從您開始 我們需要一個開發環境 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我們採用認識 Rens Server這個捨無選 那它其實是 除了VMware以外的選擇 好先講一下 為什麼要用Rens Server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兩台機器 那一台通常是大家各自為證 最後呢 我們後來就 把大家的大機器集合起來 變成一個大resource pool 所以說我就可以在很容易 在上面開新的VM 然後copy來copy去 搬一搬去 然後做備份 然後甚至說調整不同的spec 團結力量大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大家捐出手邊的幾台機器 那最後就是放到rack上面 方便管理 那也不會放在你腳邊 然後它一直噴熱氣出來 很熱這樣 那這是Rens Center提供的管理頁面 那 oh shit 好 那這就是它的Serve Pool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每台機器利用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次統計一下我們用的結果 我們總共放了11台實體機器 就我們聽這樣 收一收 然後插了大概168G的記憶體 每一台2G VM的話 大概可以開50到80台左右 那對我們在做分散式系統的測試來說 其實是還蠻功用的 所以說把記憶體插滿就對了 那大家可能會有疑惑說 欸 我現在一台可能也才8G啊 怎麼可以插那麼多 那其實我在自己以前的時候 我自己在家裡去網拍上面買主機板 都可以插到四十幾G了 所以大家自己要想辦法搞的話 也是可以搞出來了 好不好 就是拜託大家舊舊帽子 多插一些記憶體 那我們土砲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說實在 我們自己搞一個東西 也沒有什麼太多的錢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上面 share storage也是自己弄出來的 我們也沒有錢去買什麼NAS 還是SN之類的 所以說我們自己在 因為每一台FISCO機器上面 其實它都有 原本就附有那個Disk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土砲了share storage 上面可以放VM 這樣VM才能搬來搬去 那我們在洞鈴這個level 就用DRBD加上iSCSI 把它原本的Disk export出來 當做share storage 那它也提供了minimum的備份功能 這樣 好 那大家絕對不要嘗試著 在一個你開出來的VM裡面 建一個share storage 然後再把Zen server attach上去 這會讓你抓賽 真的 它會把整個系統都deluc起來 好 那另外的土砲就是用了那個 Zen server的API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 我們剛剛看到Zen center上面的頁面 直接改那台機器的名字 當它下次再重開起來之後 就會把那個它的hostname 射到我們的DNS裡面 所以大家要連上去就很方便 好 那這是我們開發環境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講到我們 跑Squam這個流程 Squam這個流程呢 大家可以看到可能 如果比較熟悉的人 可能就覺得說Squam就是那個 兵力貼在那個牆壁上面貼來貼去 那我們有使用了一套軟體 叫做agel for track agel for track 這個track是一個幫助你在 monitor這個scrum process的tool 那它是在track上面做出來的 所以說它很好把它架起來 然後也很可能會做備份 因為它就一個folder在那邊 那agel for track呢 它有免費的open source版本可以用 好 那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它的頁面 它就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這個project進行到什麼樣子啊 我現在整個Squam的笨蛋 trust長什麼樣子 那每個人的capacity有多少 你就會看到說 誰是不是快要做不完 或是誰在摸魚之類的 那左下也有那個bug的圖啊 這個sprint進行到現在還有多少bug是開著的 那左邊就跟一般的tracker一樣 它有不同的report形式 可以看 好 那這個是進入到sprint裡面 bylog的頁面啦 那bylog基本上就是說 你這些sprint裡面 該做什麼task啊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很明顯看到說 這個task owner是誰 然後它的remaining time 還有多久 那我們使用的心得是這樣的 agel for track 有老闆最愛看的報告 因為大家在公司工作是這樣 老闆最喜歡看報告 有時候他在外面 你也不可能叫他去看那個板子 便利貼板子 那它的免費板要加bylog比較不方便 大家如果去試用一下 可能就知道我講的樣子 它的付費板我看就多了一些功能 可以讓你走捷徑 那它也不太容易顯示出各項目的dependency 所以當你要在做planning的時候 用這個task其實是稍嫌麻煩一點 因為你很難把它搬一搬去的 所以說我建議是 大家還是照原本Squam方法去用便利貼 把這些dependency都貼出來之後 最後你可以把這些東西都key到 Jero這個tool裡面去 然後之後你開始跑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monitor你的進度 其實是老闆 好 那virgin control部分 剛剛講到寫code一定要用virgin control 那我們採用的 目前這個project採用的是mccl 那它也是目前幾個分散式系統之一 那它是用python寫的 所以它的效用性很好 在Windows Linux上面都可以run 那它也很容易把一個shared repository給架起來 OK 那這個右邊是大家常看到分散式版本系統的圖 架起來之後 然後它的shared repository就會有這樣一個web interface給你看說 現在這個repository狀態啊 裡面改了什麼東西之類 很容易看出來 那為什麼我們不再用centralized version control system呢 那以我們公司來說好了 那就是一台背後可能有做low balance之類的 但是集中式的話就是我們公司人很多嘛 那大家都臉上去之後呢 其實就會爆炸 那當它爆炸的時候 你自己想要做committ你也沒辦法committ 因為大家都知道沒有辦法做offlinecommitt 所以我們希望用的方法比較像是這樣一個階層 分散式的架構 那每個客人push到 比如說一個team就有一個shared repository 然後team裡面的人push到自己team裡面的repository之後 然後可以再往上推掉整個公司的repository去 那分散式的版本系統呢 它的學習曲線其實比較懂啊 那可是大家都在用了 你其實怎麼還能不用呢 對不對 那他說 我還用svn 其實 竟然已經會不缺了 寫完code之後 我們可以做code review對不對 最近那個ptsoftjob版上面一直在沾code review的事情 那我們採用的是reviewboard這套系統 什麼是reviewboard 它支援了很多version control system 剛剛提到一些其實都有支援啦 那它也是python based的 然後有不錯 我個人認為不錯的list for API可以讓你突泡一些事情 好那是這是它的頁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它的request list 就是說不同的發覺進來 然後你自己在那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review request 那點進去這request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它的div 然後你可以把在一個session裡面加上你的comment 然後就可以在那邊站 所以說reviewboard的話 這個東西其實是蠻不錯用的 你看呢 同事不爽就去沾它的code 那我們也做一些土炮工具啊 比如說我們有perforce的clientpacking 那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code寫好之後 commit之後 它就會自動gen一個request到reviewboard裡面去 這樣其他人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是做post commit review 那我們另外也有那個mccl的push hook 就是說當你把東西push到mccl的share repository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發自動發request到reviewboard上面 這樣別人就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好 code寫好之後就是要把東西給build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我想大家這幾天也已經聽到爛了 就是jenkins jenkins原本叫做harson 那被某個公司買走之後 所以他就得改名了 那他當然也support很多的version control system 那他可以把很多的job 通通都集合在一起 ok 那這是他的頁面啊 左邊就是build history 然後右上角就是test result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最近是不是有人一直在放line code進來 然後右下角就是coverage trend 我們可以看說 欸是不是最近大家偷懶 然後不寫unitest 那這邊是所謂的jobconfig 就是大家可以把一些東西寫在jobconfig裡面 然後就可以讓它開始跑 開始跑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它 所有輸出的結果 你也可以很容易的知道說 欸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jenkins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另外也做了土砲工具 就是把每一次跑過測試結果 可以塞回那個viewboard裡面 ok 那這個job它可以是 也把commit 就是說有心扣commit進來 它就可以自動被trigger 或者是說我用一個timer 所以我可以做daily build之類的東西 那它其實就是 scrump process一定要有的工具 因為scrump就是鼓勵你一直去改 一直去改 一直做refactor 所以但你要做refactor的時候 就一定要搭配CI 然後還有一些自動化的測試 才能確保說你改的東西不會爛掉 那當假設一個job要花很長時間去build的時候 昨天也有人提到就是 其實你就加多一點的slave機器進去就好了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分散式的系統 可以share整個loading 那把東西build好之後 當然要做issue tracking 因為有人開始用了 有人開始要report bug給你 那我們就是用tracker這個tool 因為剛剛agile就是已經在tracker上面 所以它那個agile介面 也可以讓你report bug在裡面 ok 好 最後一件事情 阿滴都不喜歡寫文件 所以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把我們的knowledge share給別人 那當然我們就用media wiki 因為沒有人可以做得比它更好對不對 wikipedia就是用它 那對我們來說它也很容易把它架起來 然後很容易編輯 編輯也有版本 然後有plugin可以給我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好 那這個是我們自己架起來的頁面 然後這個是標載在那邊 標載舉個手號碼 對 就是在那個簡介上面寫的標載 好 好 那這是它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它有一些plugin可以做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是sequence diagram的plugin 那我們右上角可以看到 就是用程式畫出來的sequence diagram 那其實它就是用這些文字去把它拼出來的 所以我要改圖片的話就改文字就好了 你不用讓你的同事要改圖片的時候還要開 Photoshop還是小畫家什麼 就直接改那一段文字就好 那這個是graphbeads 那它也是同樣的把一些東西圖形畫出來 那你也可以同樣是用改文字的方式來做 那在沒有用wiki之前 我想大家的經驗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要跟別人share文件的時候 我把東西寄給別人 然後大家說那個改了要跟我講一下 你到底哪裡有改 你總不會用追蹤修訂 我不會用追蹤修訂 所以有wiki之後 其實大家就是看一下 我就把我的wiki link給它 然後大家就去看說有沒有東西要改 有東西要改你自己改就好了 那我也可以事後去看它的history 講得很快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做live demo 那recap一下今天提到的東西 那我們採用wiki server來做我們的開發環境建置 然後agile是為了拿來做monitor scrum的process vacquery來做source control system review board review board可以拿來做code review jenkins做ci 然後track做issue tracking 那最後就是用wiki來做knowledge sharing 那下面這些其實 除了rem server以外下面這些其實都是web service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弄一個集中式的帳號管理 這樣你就不會到處都要建帳號建密碼這樣 那當然也有很多其他的選擇啦 像是大家在做open source或是一些其他專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aws來做你的infrastructure 然後你可以用github google code 這些大家已經很熟知的東西來做source的hosting 那google doc要編文件也很方便啊 然後gr做issue tracking等等 好 好 所以我要講到最後我要送給大家一本最近很紅的書的摘要 那這本書叫做賈博士送給年輕人的11個忠告 ok 那第一個忠告是你要搞懂分散式的版本控制 別的忠告 測試寫得好refractor翻到 就是說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你真的要把你的測試就是寫得很好 然後把它都自動化 這樣你才可以一直在做refractor 把你的code寫得更好 ok 那當然就是測試之後 然後就用CI來節省你整個寫code的時間 最後就是happy coding happy hacking 對 好結論 那我今天就是來將一些好工具分享給大家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尚未完成的夢想 你想要輕鬆的工作賺錢嗎 大家想要開創自己的事業嗎 可以用這些好工具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說 台灣的軟體業已經完蛋了 難道我們台灣人不需要好工具嗎 所以我們在做一些激功的福報事業 拜託大家救救我們希望幫助台灣 那我可以不要賺錢 但是台灣人不能沒有好的軟體工具 好謝謝大家 那要加入成為下線的話請搜尋一下 等一下 在進入Q&A之前 我還有時間可以做live demo 就把它當作是螢幕保護程式在後面跑 那這個是我們做的拖 一看就知道是RD做出來的 那上面還沒有任何的service 所以我們先 剛剛說過它就是把一些service deploy 到分散室的機器上面去 那它有點像是 如果大家有聽過puppy或是chef這類的東西 那它同樣有類似這種recipe的東西 我在這邊已經先偷偷的準備好了 所以我只要把它複製貼上 就是用iPad的 教大家如何最潮的來管理機器 潮到滿出來 好 複製貼上之後 來註冊一下我們的service 貼上去 把我們的recipe貼上去之後 就可以註冊起來成為一個新的service 這個service 這個service剛好叫做Hadoop 那它是由security版本的Hadoop 包含了那個Curbos的KTC 好 所以我只要選說 哪些機器要當什麼 如果打勾 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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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選起來 然後輸入一些神秘的問題 亂打一個密碼 然後叫做Costcap 按完之後呢 好險 它就開始deport了 好 那現在大家可以有問題的可以問一下 開放Q&A時間 那這個就讓它在後面跑就好了 有沒有問題 請說 有 我大概聽到 有 我大概 重複一下你的問題 就是說 你曾經架過Wiki 但是只有你一個人在寫 你很難推動其他人去寫 對不對 有請這個 把我們Wiki架起來的人講一下 分享一下經驗 簡單的說 一個程度上 他會沒有選擇 因為他一定要寫文件 那Wiki比較容易寫 所以就會寫很容易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趨勢 它其實還有內部的一大堆這種 E-System 那包括了 一個Based on Microsoft Solution的這種 Content Sharing Authoring的系統 那 公司其實大多分的人是用那個系統 但我們架Wiki之後 上面的User可能在 影響得到的範圍裡面 大概有100個人 那這100個User在 第一年裡面 就generate了超過1000個Documentation 那包括後面的Maintain Update 我覺得會不會做文件 可能跟你公司的文化 還有Process有關 那我在這邊的話 我並不是要強迫大家做 我只是試圖提供 給我們的Team 一個容易做Document的方法 好 挑戰成功 成功成功 已經Deploy完了 Deploy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開起來 這個Hadoop的Service 就已經裝起來了 基本上你就可以一直把它 砍掉重電 砍掉重電 沒有什麼特別的Cost 好 還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想請問在Chain的裡面 產出Call跟做Call Review 人力的比例大概是怎樣 其實是Depend on Project 因為每個Team會有 其實每個Team都有不同的Style 每個Team有不同的Policy 那有些Team可能它會做 Pre-Committed Review 就是說你這個東西要 被Review過之後才能Committed到Source Treatment 那像我們Team目前是做Post-Committed Review 那我們通常就是一個接一個 比如說我們Team三個人的話 就是大家輪著去看對方寫的Call 對 請問Pre-Committed Review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因為我很好奇 就是說 Pre-Committed 對啊 因為我在國內聽過 真的有做Pre-Review的Committed很少 對 應該就只有那個Team嘛對不對 沒有至少用我們系統 因為我們是Backend有自己的系統 那目前應該就有一個Team在使用 對 其他的都是做Post-Committed Review 好 那麼問題 差不多要去Lightning Talk了 好 那沒有的話就謝謝大家 總是不爽